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7年马拉松我第二次跑 已经跑20里跨过隧道 第一次是2006年 今次是2007年 衣服留下而已 没什么穿 但是今天都出去跑跑 刚才跑了个步 做完两条片之后 相当舒服 很热 但是开始舒服了 凉了 可以加大运动量 希望减低一些体重 OK 我通常会讲讲讲 本来就是节目来的 那么 尽量我头过30分钟吧 通常我讲 我不讲其他东西了 就是主要集中精神讲讲讲讲讲 以后都是这样了 那么如果大家只是想听讲讲讲 听到30分钟可以完讲讲讲 然后我就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好 有什么闲话好 聊多一会儿 那么我才结束这个直播 是吧? 如果以后做直播 都应该是这样的模式了 是吧? 因为本来是视频 那我就是有了题目的 那我先讲了 好 现在讲讲 今晚好像回大学教书 真可憐 我那时候都是这样就去的了 就这样就上的了 准备了一会儿 桌上有些少少资料的 那就来的了 是吧? 这个就叫做修飾底斯陷阱 那有两个陷阱大家其实要知道的 在政治学来讲 那习近平早几年内部讲话 特别都有提过三个陷阱 要三个留意 因为现在我们好像挖起了 但是要说三个东西 第一就是修飾底斯陷阱 第二呢 他知道 所以不要说他不知道 但是可能他下面的人叫他读出来 那些战略性的开会 那他就读了 是吧? 读传 根本他的心就是另一回事 我看上去就是了 就是英武学舌 叫你读吧 老闆 对的了 三个陷阱是什么呢? 中产阶级陷阱 因为中产阶级兴起嘛 中国富裕的时候呢 其实都会有很多问题 一本中产阶级的问题 包括人口老化 那些人不生孩子 是吧? 或者是自由民主会出现 那些不理他这个大国稳定 国家稳定 这个是陷阱来的 他说 另一个叫做 应该也介绍过 那个叫做 塔西图陷阱 这个就是修斯底德陷阱 塔西图陷阱 就是林郑现在这样了 我个人就努力把邓炳强 都搏去塔西图陷阱那里 其他官也是的 但是因为他是封口 所以他一定是中的 什么来呢? 其实一般人对政府没了信心之后呢 没了信心之后呢 做什么都错的 就是对一个政客 一个政府 那他的民望就在那里跌下去了 纵然你客官来看呢 可能他不是最差的 或者他跟很多人比较 他不是最差的 但是不管了 但是林郑呢就 他没有知道这个事情 没有知道自己跌下塔西图陷阱 但是你懂政治的人 当然要懂得小心这件事了 所以他究竟还有没有能够连任呢? 我相信就是大有疑问的 因为如果你违反这个塔西图陷阱呢 那就是现在的过去那两年的混乱呢 就会延续多四年 而且他不会有什么进步 大家都觉得 他不会觉得自己有所不足的 如果给他连任 那这个是他的问题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呢 提出一些我连任 就是我怎样改革呢 那都还好 那不会的 那不是说他 不好意思啊 首先就是因为这个呢 现在大家更新一下大家最新的新闻 其实昨天讲过 大家未必是天天留意国际新闻 但是大家都记得蔡英文 接受CNN访问 是吧 就告诉他听 美国会保护我们啦 很有信心啦 他的国家没问题啦 当然是他说话应该是美国见了他啦 另外就有驻军在台湾啦 美国不多 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多 就没有说多少 只是玩玩而已 就是已经破坏了十多三个联合公布啊等等 就是捉住这个胡锡进好那些那些鸣派好那些战狼好 说过的东西就说你美国你够胆呢 派军队去台湾我们就打了 怎么知道现在是坏了 在这里 看到他反应一般哦 你要知道反应一般哦 习那边反应一般哦 那蔡英文又再说多一点 将会派人去关岛一起训练啦 那就是有军事合作啦 军事合作其实就更严重了 就是他有军队来了啦 有军队来了你来几个人是正确的 但是是军事合作来哦 正式 买武器就教你用啊那些都是在做的 必要是美军可能来台湾租哦 那个意思就是他保护他啦 那你就完全不同了 整个局了 那么呢 近来的讨论呢 就是很多讨论都是呢 我认为 虽然现在就是相当紧张 但是呢 未必见得会打起上来的 就是中台未必在这个时候会开战 是极之危险 因为你如果现在看呢 习近平开大会连任之前呢 你看习婆差不多而已 他都不知道有没有连任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他几带都不会打仗的 一打仗呢 你是不是打仗会连任呢 还是打仗令到他更加没得连任呢 如果他发动呢 当然现在呢 美国不会主动发动的 但是他挑人 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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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你主动去打 那你就背了责任 所以呢 但是习近平又不愚蠢的 因为现在首先连任 连任才跟你打 所以呢 所以呢 在他连任之前呢 照计就反而有危险的平衡 就是平衡 虽然是非常之紧张 但是反而呢 都应该有段时间呢 就是暴风雨前夕呢 反而是平静 但是 但是我们说现在这个 如果我们说这个 修飞底施陷阱呢 他的意思就是呢 终须如一致 终须一致 那这个呢 就不能够调以轻心 而且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只不过是不是我们现在就要买什么 那我一向建议大家买定一两包买这家家 突然间叫国内 这两天就是叫人民去储量啊 河西和河 那 立刻那些人说是不是要打仗啊 这样 那也有些分析就说在那製造这些 好像要打仗的气氛 靠一下美国那边 那当然不信他啦 不信他啦 那我应该一两天前说过 是吧 美国国防部2020和2021每年都有个报告 是吧 那报告里面呢 无可避免呢 都会谈及呢 中国对台湾採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那2020就是去年呢 他是说了有七个可能性 是 七个可能性 那这七个可能性呢 都是以前听过 那就是七个场景 七个situation 就会打 这样 是哪七个场景呢 第一 台湾正式宣布独立 那就当是啦 会打啦 第二 志在呢 迈向台湾独立的未知举动 那可能公投啦 公投正式独立 又看到民意一定公投会过啦 那这个就是志在迈向独立的一些做法 是吧 第三个可能呢 就是台湾内部发生动荡 如果来湾内部 就会打到召极日兰的 但是很难说的 是吧 就是可能军队要 军队政变那些东西 发生动荡 第四呢 就是台湾获得核武器 这样呢 获得核武器 美国给它 字眼我是这样的啦 字眼我敏感一些 如果它自己研发了 那是不是可以获得呢 那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即是有核武啦 有核武的时候呢 就应该趁它核武小的时候就开箭了 不是等它好像金仔素那样多的时候 打它就危险了 那台湾有核武呢 它就开箭了 速箭速决 就算是冒着打核箭的风险 你也知道核子弹 核子弹虽然说恐怖而已 但是如果你说在 就是一个核子弹可能毁了一个城市 但是香港有多少个城市 在中国里面 所以它这么打 台湾有多少个城市呢 所以你未必敢跟它打 就是这样的 但是到时候不知道的 是不是呢 死得人太多 那核战就是危险的平衡来的 就是 台湾都曾经尝试做核弹 失败了 那据港长经过提早过世 就是因为击了 发觉那个核子反映炉被人拆掉了 被美国人拆掉了 那他们是想秘密做的 已经接近完成了 这样 那第五个 台湾统一对话 两个统一对话 无限期拖延 其实现在已经是无限期拖延了 什么时候有讲过时间表呢 但是无限期拖延 Anyway 就是在美国人的角度呢 这件事未算直接有危机的 因为还说肯说嘛 那么第六样就是外国干预台湾内政 那第七样呢 第七就是外国驻军在台 就是在台驻军 第七样呢 今年是取消了的 就是因为事实上已经驻军了 那就是说现在六个 六个情况是开战 是 他去年的报告 就是认为中共会对台湾开战 就是美国的军国防部的报告 去年认为有七种情况 今年竟然说六种而已 第七种因为事实已经是 那你要么打 要么就算数 那么就减了一样了 那减了减了减了 我想 我想都没什么哪样 就是正式宣布独立了 我想留下最后那样了 其余那六项呢 迟早都会出现了 是不是 包括有核武这样东西 我就说呢 就是台湾和大陆是有没有得打呢 我说其实是没得打的 即是没得打的意思呢 他直不下台湾 直不到台湾 因为美国帮 如果美国说你们打 我不管了 那就一定能打成的 而且基本上台湾都是会输的 是 就是战略多好 那些人多勇敢都好呢 都很难的了 因为你的地理环境 一个大的岛被他围住呢 还有他的军力是十倍左右 就是那个军事那个精的程度就未必及到台湾了 但是你打烧奥战一定会输呢 那他围住你呢 所以在战略上呢 他要赢就是必然的 是 同时他可以 即是一场战争 不是一定要立刻打赢的 围住你这样就输了 那你要靠全世界支援你 那你台湾一定 如果美国不插手 其他国家都不会插手 所以台湾是依赖美国 那于是乎呢 所有人的意识里面 并不是台湾和中国开战 是美国和中国开战 这个才是最终的目的 会不会打一仗呢 那样 一这样说大家都很紧张 是不是真的会打呢 打一仗 打一仗 结结地打一仗的机会 根据这个修昔底斯德的历史观 讲这个陷阱 就是说是一定会出现的 即是不能不出现 那如果我们用简单的我们的常识 我们的逻辑去看呢 那也都是真的 真的的 那不是怎么解决的 唯有打仗而已 你知道了 二战为什么打呢 即是有些矛盾 你说说大战 大战才叫做一战 二战的元气 当然就是列强搞不定的利益分配 即是在殖民地 西方的 特别是到德国崛起 德国崛起 两支崛起 他都要用一场战争肯定他的霸主地位 即是其他人跟他 那结果反而造成了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但是美国是参战的嘛 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 所以他成为大战亦都因为他参战 他是有一战 英国一战就令到他由第一位强国变成了 跟着美国饮食 那你都没得说 所以打一场大的战争呢 是将那个国运改变了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跟 他打了台湾 即是跟美国打了 美国也一定要去援助救台湾 除非台湾加日本 加澳洲就已经打赢了 那都是美国打赢了 因为美国给武器啊 那在政治上他有份的 是不是 那我们就另计 但是如果不是我们现在只是说 即是美国终于下去了 那就打了一仗了 那我们估计哪个赢呢 估计哪个和呢 但是那个格局就立即不同了 比如台湾没有打输了呢 没有打输了呢 它一定要求独立或者重返旅游国 以后台湾和中国就一人一个国家 否则它都 一拼解决 一定一拼解决 你都没什么力量再去坚持统一的了 这个就是那个后遺症了 就是你 你说一百年后我再打凌你 这样另计 就是中日打完隔五战争 中国就 日本就是因为打完隔五战争 那它就变成了大的强国了 中国就由本来大而无当都叫做大客家的人了 结果是完全没有气势 最终是清朝输了 灭亡了 所以这些就是一战了 你说大国说你必有一战呢 那你看日本挖起呢 它是打过和苏联的战争 和中国的战争 那它的确是有一战的 英国和荷兰在17到18世纪打了四仗 荷兰都曾经是帝国 殖民帝国在海外很多殖民地 打过四次战争之后 英国就成为第一帝国了 这个也不需要怀疑 历史里面 英国普法奥地利就打过1756到1763 又打过一仗 奥空帝国都消失了 第一次大战争 奥空帝国都要消失了 美国独立战争又是一个例子了 克里米亚就沙皇 因此就出现沙皇这个王朝 普法战争1870年 我记得都还有 英法打过三十年战争 结果法国应该是输了 所以结果法国依然保持为天主教国家 是不是? 那类似的 日俄战争 1904到1905战争 习近平就说要小心了 所以 但是呢 如果是这样说呢 我们讲一下中国的历史 汉武帝打骯髅 风狼居衰 其实汉朝开始 劉邦赢得到的国家 那时候人口是跌了不够一千万 那他是幽阳生息的 完全幽阳生息 就约发三章 那就等了几代 是不是? 中间还有这个民警之治 是不是? 希望我不要说错了 凭记忆的就是很多东西 你不要见我 都几齐正的说话 但是我不是写稿的 民警之治 那接着就汉武帝 威青那些 国去病那些 打骯髅打到风狼居衰 在那里看着 犯过大汉天威者 虽远必诛如 立了碑 因此匈奴基本上是消失了 就去了欧洲 现在是消失了 匈奴这个民族 就是很强大的草原上的霸主 结果就是一战之后就没有了 而汉朝也是从此几百年 也建立了中国以后基本上是中原的稳定 都是汉武帝的功劳大 但是从此中原就有一个大的国 叫做中国就出现了 但我们去到元朝又看到了 元朝打败宋朝 元朝打败宋朝是一战 到元朝又没有和明打的 他说是起义成功之后 朱元昌起义成功 那些蒙古佬就收拾了些东西在北京 又回到北方大幕就走了 所以明朝建立就相对容易 但是清朝水到明朝当然也是激烈一战 清朝也有三百多年了 这些就走不掉了 到中共轻起了 崛起了 我又大国崛起 是不是? 大国崛起 解放后 解放战争基本上所谓解放战争就是内战来的 我们有很多分析 当然是比较抱共产党 共产党就说他国民党腐败自己坏了 可以这么说是的 两个政权 军事政治上都是优胜过你 他就赢了 解放战争故之前一战 夺了政权 但是之后呢 中国呢 其实当时是列强围堵他 虽然美国是 我和Jason 一年前介绍过 虽然列强是包围着他 但是其实想和他 尤其是美国 司徒雷登突然留下 不过没有老毛呢 老毛那些想法就难受了 他说不认为美国的美帝应该赶他走 于是乎就赶他走 结果他们没了对话 没了对话 没了对话就发生韩战了 中国参战 这个也是一个很争议的事件 最近拍场进户 什么呢 打赢美帝呢 如果你说韩战谁赢呢 就没得说的 谁死人多就一定是中共这边 但是美帝都死了几万职业军人 所以在他来说 都是一个重要的阴影 所以在他来说 韩战他都不是很喜欢说的 中共其实都不说的 因为你死了很多 死了很多人 而且死人多 还有你为什么呢 韩国又没有统一到 依然回到三八线 那你究竟那两仗打来做什么呢 死了这么多人能子弟 是不是 因此而引致台海 台海回不了你 你看这些历史 本来那时候 美国不要蒋介石 他和苏联 基本上友好 苏联帮他见军 见国 我想就算五零年不攻台湾 到五六年后 其实就是有条件 即是渡海 而蒋介石是守不了的 即是没有外面援助 他是守不了的 美国援助他 所以台湾就到此 一直到今天 都还是一个独立的state 即是能够自主的地方 好了 所以一场韩战改变的格局是多大 但是你说大国 中共如果一个国自己 作为一个大国倾起呢 这一战是有用的 有用的 因为他断定了他也是一个大国 这个真是难得 基本上美国认为他国民党 这么大的中国都丢了 你共产党都不是拿到哪里 你们中国人都是管不了 整不了一个强的国家出来 但是他显示给你看 我刚刚打完内战 还可以跟你打一招 劲的 这样 也都因为你看回中俄历史 当然一直抹黑那个 就是和俄国吵架之后 跟苏联吵架 但是苏联因为本来跟他不是很合适 毛泽东想拿回中国那些租借地那些 海森威那些 本来斯特林不理他 但是一看到 后来看到英国承认香港 承认香港这样的时候 他就怕 怕倒向西方 怕中共倒向美帝那边 所以就好 给你了 但是开始不是高兴 我是大哥嘛 你这么多事干 但是呢 就是因为韓文贤 帮他做了烂投筑 打 没打输到 就是打赢的 其实不输是赢的了 你应该这么承认的 是吧 老毛有了地位的 国际上有了地位 你说老毛有了 而且苏联是 那个叫做什么170工程 就是170号 不止100的 170号就是很多项目是帮他 比如给技术啦 跟你建工厂啦 因为没有嘛 协助他建设这个国家啦 就是基本上直到和黑鲁区票吵架 十几年 苏联是帮中国很多的 就是中共 科技啊 人才啊都是这样 好了 所以韓战对中国来说是这一战 大国崛起的第一战 之后大家都知道 近来的历史 之后的历史 中国是 就是又和老毛当政的时候 又和苏联吵架啦 又和美国吵架啦 直到七二年 和美国一收好啦 就是运用三国演义的那些 就是软跟俊 总之就是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 那邓小平还好呢 也都帮美国人打了一场越战 教训了越南 因此美国就帮他啦 帮了几十年啦 那发布这本书呢 就很清楚了 就是他认为帮助了中国 因为帮他挖起了之后麻烦了 现在的确中国 最近你看到他放了一个超高音速 卫星火箭等等的东西 那麽美国做了 其实那时候的董君士那些都要留意 美国是试做这些东西 结果是不成功的 他就被美国施展了 成功了 不是很漂亮 不很正 但竟然是做到的 那美国人是很害怕的 那这个情况呢 到现在这个时刻呢 我相信美国 我现在观察他 他会主动挑战中国 是想打仗的 所以这个危险大 尤其是觉得我现在不打呢 十年后呢 你再挖起 再高科技都过了我头呢 因为你代表不是所有高科技都过了头 但是呢 在超高音速飞弹这件事呢 可以变轨的超高音速飞弹这件事呢 是过了美国头 如果他做得成这些飞弹 大量做了出来 做了一百几十个呢 那么你整个美国就没有了 现在什么飞不撒得啊 那些星球大战啊 因为一般的导弹他截到 但是这些他截不到的 那你说美国人多害怕 是不是 真是跟你打核战 那不如在之前 切法子把你那个势按下去了 按下去大家都知道 超限战嘛 我们有个观念的 就是不限任何 不一定在战场上 就是我们和老共都在打超限战 我们日常杯葛他 骂他 都是一种超限战 给他压力 但是美国打的超限战就有点像他打苏联的 就是搞了苏联的 相对点都是文明一点的 但是恐怕中美之间的关系就不会用 不会是这种形势 多多少少都要有一次军事的冲突 就是 我想来想去觉得都是会走不掉的东西 那么当然我们善良的希望好 或者客观来看 客观来看 你估不到那些独裁的人 他的心里能不能想 但是客观来看 就是中国是并没有轻易取胜的 可能没有 如果他要惨性 或者两败俱伤 可能美国都会伤的 从此就好像英国那样活落了 欧洲结盟 欧盟变成了世界第一大的强权 都有这个可能的 或者俄罗斯又再度挖起了 不知道 在这些这么复杂的国际关系里面 美国要考虑 但是他在他来说 他无意 大家很明显 无意不做大陆 至今不做大陆 他无意放弃这个超强的地位 他只是后悔为什么苏联倒了之后不立刻 把枪头指向中共 反而给了三十年时间 如果你算 我数来数去 奥巴马第二次连任之前 已经南海仲裁那些事情搞了 大约已经是五六年前 就是21年的21世 这十年里面的中段 2015年左右 他的最好时间就过了 2017年特朗普上台 2018年打败战 就一直紧张到现在 非常紧张 但是呢 真的打败到他修订战略呢 其实已经是2010年 奥巴马连任的时候已经在做这件事 他甚至在第一任里面 美国人是知道的 但是当时因为有金融风暴 是要搞定经济先 美国 所以呢 拖延了几年 而他拖延这几年里面 中共是继续强大崛起 那么呢 现在今天呢 是不是又制裁他的华为呀 科英呀 你看他这么多制裁的情况之下 他还可以搞到一些 搞到一个炭镇站 然后搞到一些 美国 美国不是看一般的科技 这些科技是重要的 就是这些科技有呢 最终你其他的科技他都发展出来 是 那这个对美国来说是极为担忧的事 如果你说大崛岳必有一战 这个理论是成立的呢 那这一战在美国人来说是比较早点好 而且他可能 尤其是 放完飞弹上去照计 你就会吓死了美国的嘛 不要再搞台湾啦 我跟你开战的时候 我有能力用核子武器直接攻击你本土的 本来呢 美国人很肯定 潜艇 你所有潜艇我都看到你在哪里 你几十只而已 全部都有资料 data 整个太平洋部份的升纳探测 不怕你 好了 其他呢 你飞弹 你不是在新疆 原来所有飞弹都在新疆那些地方啊 苏联都是啊 因为它在经过北极去美国是最近的嘛 所有飞弹都不会打算在南极这边去的啊 不会经过我们上空 地球中间 多数在北极那边飞过去美国 那它的防御系统都是这样预计的 谁不知现在呢 如果你做了超音速武器 高超音速火箭呢 火箭飞弹呢 它是射了出去第二层 好像人造卫星的 跨着地球走几跨 然后简正地位 简正时间才射到美国 二十几码地堆下去 那么核武 那你不得 那么代价会很大啦 就算要承受这个代价 可能是等你没那么多 只有几粒的时候承受了先啦 那么这场章就危险了 但是最近的将来呢 我相信就会是 你每天看都不同的 就是那些人说 忽然间又说等五年后啊 就是他2027啊 是吧 就是才会打啊 又说习大 甚至我们都似乎信了 他连任之前都不会打的 但是香港还换了一个邓鼎强相 他都可能有事 香港要稳定就找个窗干子 做特首顶住 看着牆子先 如果真的打仗 经济发展就放迟的啦 所以如果不打仗呢 一定的特首就要换过呢 就是找一个可以带回去经济的 所以这些都会互相影响的 会的 整盘几天是整盘不敢看的 反过来我们的民主派啊 我们这些被迫害啊 这些小毛虫被人狼标啊 就是呢 没什么速度啊 我们最受气都不及一开战的时候呢 就影响大 好了 今天就介绍这个 就是所谓修飞底斯德陷阱呢 不过 到最后来说呢 都要讲一讲呢 其实也有另一派学者认为呢 今次不同往日啦 现在不是两千年前的 帕罗宾尼战争的时候 古希臘、雅典的时候打仗啦 那次打仗呢 就是因为 有点像现在的 因为 雅典崛起 雅典是海权国家嘛 海权国家做贸易 那他很富裕了 变得很富裕了 去欧洲做贸易 那就引起这个陆权国家呢 就是斯巴达高度戒具 所以跟他打 打了几十年啦 斯巴达和雅典打了几十年 结果又怎样呢 结果两个国家都 混蛋 坏了 为什么呢 马其顿兴起 阿历山大 整个希臘这么多的城邦呢 都被阿提顿征服了 然后跟着出现的就是 就是罗马帝国啦 是不是呢 西方来说是这样 哎 现在说呢 全球 就是那个 反核啦 一来啦 二来呢 就 现在的通讯发达啦 大家有什么动物都知道啦 大家都知道对方是做军事部署啦 大的战争呢 就是话打话打 天天都讲的 不过真的打呢 就 还有全球整个战后 全球整个战后 不要听我们那些讲人权的东西 就是整个战后 整个世界的文明 不是再推崇了这些森林战争 就是森林规律 你赢我输 我一定是打你啊 未必是这样的 还有现在地球平了 以前地球是圆的嘛 所以一打仗就全国 纵然是有限度战争 都会令到全球的贸易 所有人都受害 是 就是因为这些利益的问题呢 所以就认为不会打啦 还有大家都反对核子武器呢 还有的确是文明了的 如果你中共要打台湾呢 你没有一个好的理由呢 你不跟打香港的民主派不用很好的理由 因为太湿碎了 但是你打台湾呢 如果西方站在美国带头制裁你呢 这个压力也是很大 他要打都一定有一个好的理由 或者他就算打 但是我觉得他一定要打一场小小的地 否则呢 解释不了 也都防止不了美国继续一步一步进兵 一步一步进兵就是逼你打仗 打仗小的呢 有挫败共产党和挫败习近平的 积极意义 但是又不会引起大核战 大战呢 美国都价格 所以他都不会的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差不多 半个小时多些了 讲完 好 那就很多人进来了 是不是 会不会有人想问问题呢 如果大家已经听完了 可以走的啦 下班的啦 哇 三百八十五人 嘩 讲了一场都三百多人 一百二十一个赞 多谢 有没有人有问题呢 就说不用不快拜拜啊 我们可以聊聊天啊 是不是 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先 要是要集中精神啦 要是有说台湾妹都要去打仗的 的确有这个说法的 因为台湾呢 就是他们自己讨论呢 就是认为你不可以 只是靠男性的啦 现在战争 以前战争就一定是 在斯巴达的时候呢 但是现在他说现代战争根本不需要 以色列的经验就是一定是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就是那些女性也要上阵啦 我也同意的 现在那些新科技武器呢 打机的那些人最好 所以就是那些人冷静 你去到战场你什么时候开射的东西那些 一定要让人冷静 还有细心 还有果断 这件事呢 女性未必输的 未必不好啊 尤其是他细心这件事呢 可能是很好的 就是对于打仗上来了 好 好 似乎大家难受一点的 所以比较少这个问题的 就是这个修饰底才得暗正 有没有有人赞我叻啊 保持水准的那样 就是我都是不行的了 哇 学很多东西不是多余啦 那我们当成功了 其实很高兴有人 有几百人知道 你知道大学里面有多少人 我最聪明的时候 六七十的 因为我本来那班是五十人 我换过大房 我说多人的了 有人来房厅的嘛 搞出六七十 最聪明都是六七十人而已 现在呢 现在呢竟然是 就是 有人问了 真的打仗日本会帮吗 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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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你看看日本的地理环境 如果台湾没有了呢 它基本上要去中国进贡 如果不是呢 就是 苏联上本想拿它 中共随时打它 那它就没得打它 它自己多难 因为如果它 做代理人也好 那必要时 美国一定支持它 那在它来说 这样去打呢 就比翌日 没有了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嘛 那时候 南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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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是很想拿它 你看到日本不是很大的土地 但是苏联 大它几十倍 但是它 苏联有个问题 它出不了海 就是它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可以温暖的港口 那它变成了没有海权 在它来说 很想 拿了日本的北海道 那它就行了 而那北海道拿了 日本就 就不是大国 崛起了 就是 有人问 就是驻冲城美军海军陆车队 据说三四个小时 我看台湾三四个小时 太久了 半个小时 它的飞机就已经飞到 你看地理环境 是战机 当然它用大的军机运过来 都是一个小时 就可以到了 不用三四个小时 运很多东西过来的 可以 打仗的时候 香港有哪个地方最危险 在山顶 那个雷达 我经常觉得是 其次就是有武力的地方 武装的地方 你不能说的 会打你 那我希望上水那个机场 没有战机在那里 有就会很接近我 那中环就麻烦 但是因为现代战争 就很讲人道的 绝对不可以随便 就是你说打错都是被人罵死的 那也没有的 因为你双构无辜 就不会的 但是大家当然不上班 你不要打算打一年两年 才可以的 不用储量的 我觉得 因为两个礼拜 好像中东战争 几次 一个礼拜 甚至几天分出胜负 可能拖到一两个礼拜 几天就分出胜负 就是能够 撑不撑下去 基本上赢不赢得很快 一两天内就打 大家可能有些所谓的黑科技 或者有些神 就是修了一些秘密武器 拿出来洗 可以就行 不可以就不行 这样 如果CCP抗争 如果你看到苏联的经验 其实就是 因为共产党还在 但是其实他们的人 基本上还是共产党 其实那些精英 全部都是 你不要假设是会变的 但是可能大家就用一个新的形态出现 但是还是共产党 现在那些精英 管着各个家的那些 我介绍这个 那些 纳粹法官 我就介绍过了 其实战后 就是当时有些被迫害的那些检察官 走了去荷兰 犹太人 他回去 不过 那些同事还在 就是做法官 做检察官 那些 这些不是全部纳粹留下的人 那没有了 他不做 谁做的 就是叫他去做 就是那些事情 告是告纳粹的 不是做样 就是最差的那些 那批 告了就算了 就是你不可以赶尽殺截 不过现在呢 老共对香港的反对派 是有赶尽殺截的心态 我觉得这个呢 当然是他 他会知道 就是会有事 是 如果打仗 就算你有粮 都会被人抢 不怕的 不怕的 有得抢 好过 连被人抢都没有 那你去哪里找呢 不知道 所以儲定包米 是不是 打仗 生命 驱探 这样 拜登是不是一定帮先 大家不要再想着拜登还是特朗普 美国不是个人去管 就是不是个人作主的地方 甚至中国都不一定是 是一个集团来的 那 就是美国那个deep state 他还跨了党 哪些人是deep state 就是隱蔽的政府公布完 美国的那些议员 议员是 军工的人 那些智库 就是他们都是 吵架为吵架 爭拳还爭拳 他们都是维护美国利益统一的 这件事就好过中国人了 你看台湾那些民主党和国民党 你死我 中国人的内斗是很差的 就是差过世界 就是差过美国很多 这个应该要进步一些 就是你现在台湾其实很危险 但是你看见国民党和民主党天天吵架 还将重点先打架 打架可以攻击电站、水库、核电厂 水库、电站都可以 你攻击核电厂引致大灾难 都应该是为战争罪 当然你打败了 没得追究你 但是在历史来说 因为美国扔了原子弹 现在还是 是不是应该扔 我想再多几代都还要拗 而且永远没有结果 对不对 因为美国说我不打原子弹 我还死的人多 但是问题 你扔下去那些人怎么办 死了那些人 那些人可能是 不是可能的 大多数只是普通市 平民 为什么你不打低皇军 军队对军队 而你一个炸弹炸下去 死十万八万人这样来 逼他结束战争呢 那这个是不是一种合理的做法呢 那这些是道德的问题 那这些从来都有争议 当然我都不想 我简单去说 谁对谁不对 已经发生了的事 好 其实很多人是有事要说的 你早点 好 中国人基因自私 我们同意了 同意了 那都差不多整个小时了 五十分钟了 不要太长气了 四十五分钟 不如我们今天就 就来五八天 是吗?是四百六十五 希望有一天我直播有过千 很快的 尤其是我每天都直播 我相信很快呢 就是 因为我第一个小时呢 最多可以去到四五千的 但是平均呢 就是今天也是 平均就有千五人左右 就是第一个小时 不是不是不是第一个小时 就是 我播完跟着马上看 就是做完首播之后马上看 就是平均是千五人 平均是千五人 那未够一个小时 我通常是二十多分钟 到一个小时 如果是好环境 最多的时候就五千 四千或者三千 三千很普通 现在 今天都OK 都有现在应该过万了 应该有广告了 今天有广告费 哎 今天坚持了几天 我其实希望呢 真的可以拿回 每天几点直播 是吧 刚才 今早讨论过 似乎我 初步想呢 就是 一点两点 或者两点到三点 可能是现在说 一点半两点两点半 这三个时间是最好 最迟都不要迟那三点了 我一定要弹性的 因为有时你看新闻 突然间有些新的 或者有时 个人在想其他东西 做其他东西 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没有压力 你见过没有压力的时候 我很风骚 风骚也都 反应很多 转速快 臨时讲话都很正 是不是 粉丝也好 中午要上班 晚上最好 看一下怎么样 晚上呢 晚上就要夜夜 但是你要我们这个环球直播 那是要顾的 要顾的 那 因为好像都没有人做 有的 晨区以前是不是 十二点那样做直播 那可能都是的 周末 如果我翌日去了英国读书 我承诺大家 起码我做一次周末的 晚上做直播 那就正了 在英国做 但是我去了 我不会有人披寸 都不会的 我其实今天最希望见到 又见到 希望我黄彪会成为过去 我不用真的开patreon 就是我都不是喜欢 但是开定都对的了 就是 是 不知道 好像有很多医抑着我 那我自己做多几样东西 保护自己 是不是 开始看到第二个 有有有有 这里没有讲过 我不知道怎么 慢慢研究 慢慢研究 大湾区 这些网上的名字 我们不要说人多是非 虽然我都喜欢理人限制的 最后讲完这个 很多留言 我说不会打 习总想打 其他人都会因为化 私人利益问题财产都在外国 这个非常合理 这个都是我们值得乐观的地方 因为太多人的利益 比如香港 如果香港是澳门 两年前发生的事 早就进来掃墙了 解放军 这么隐气 Hong Kong is not a child 我们是惊贵的 是不是 就是 是不是 好了 继续可以留言 我看看明天 明天我还没住 星期一 选个梁晨鸡日 明天继续如常做 做那条片 可能明天都做直播了 一周坏事回告明天做直播 我说 留港激励你们 我们 辛土不义好不好 我们辛土不义 我们留港 建国 我说 我也有权 去读书的 虽然七十岁而已 起码这一两年 我自己不想 这个真的很坦白 我起码等到国安发生 最少三周年 很快是两周年了 这也没事 我证明给别人看 你不一定要怕走 很多事情 世界会变 只要有空间 继续不要轻易说 认衰 是不是 好 我们捱到五十分钟了 虽然大家是 就是 大波man都说了 算了算了 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 以后有大把机会 几乎日日都有机会 鸡眼睛住之类 四百四十五人 好 多谢大家 比今早又多了 足够五十分钟了 好 大家 先这样吧 好 多谢 多谢 希望这条片有广告 一小 一小 数字